欢迎回到舞台上来 还是先跟大家都问候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陈斐 我是一个独立的民谣音乐人 还有一个身份是 一个客栈的老板 我要选的这位导师 是因为他的一首歌 我最大的两个爱好 一个是音乐 一个是旅行 就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 它就是歌声 自由 还有行走的感觉 Sandy老师 我猜是宇全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快要开演唱会了 好 这位寻帆老师猜的是 每一期如果都能听到 Sandy姐唱歌 就是这一期的最大的遗憾 对于我来讲 既然刚才都已经 说了宇全演唱会那么多广告 就让Sandy姐唱吧 开始 《花儿》这个歌 《花儿》这个歌 你要唱的哪一首歌 春飞 我要唱的这个歌叫 《远走高飞》 远走高飞 这绝对是两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 那么这一轮讨教 准备 请 你打开一扇窗 我看见窗外的希望 你说了听不懂的话 才发现可恶 你点了一盏灯 我看见了明亮 你慢慢走开 才发现无奈 即使没有摆脱 即使没有摆脱 不过是故作沉默 该如何安倍 悲剧的岁月 不要再 如此狼狈 我独自穿越 这条伤心的街 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声音 我鼓起勇气 忘记这个距离 怎么高兴你爱慢慢烧心 不如远走高飞 自己且为我无路可对 不过是故作沉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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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独自穿越 我独自穿越 这条伤心的街 怎么去感觉 所有你的一切 我鼓起勇气 忘记这个距离 怎么告诉你 你爱慢慢烧心 不如远走高飞 自己且为我无路可对 谢谢 谢谢